在过去两周 美国许多媒体经常在报道称 川普竞选团队对拜登阵营的舞弊指控没有证据 在19日的新闻发布会上 川普律师团队提供了美国公民的第一首证词 以及目前的诉讼进度 不过美国媒体CNN以及NBC 都以疯狂无根据等字眼 来报道川普团队的这场新闻发布会 律师朱利安尼表示 目前至少有十名证人愿意在法庭上作证 但现在无法公开露面 因为这样会危及他们的生命安全 他还说至少有一千份来自公民的宣誓证词 指出的不当行为足以推翻目前的票数结果 他还提到这些证人都是冒着被报复的风险 勇敢提供证词 目前拜登团队并没有对这场新闻发布会做出回应 并向媒体透露 过渡团队的工作仍在进行 新唐人亚太电视张瑞珍综合报道